大家好,我是Kalina 我從中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煮食 因為這個疫症有很多朋友 從不懂煮飯都要學習怎樣煮食 他們又會問我一些烹飪的意見 因為這個疫症我多了時間在家裡 所以我就開始了自己的煮食頻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煮食心得 由於以前是讀設計的關係 我也很喜歡研究一些漂亮的擺盤 我也會花很多心思去設計我每次的菜式 我希望我的菜式可以內外兼備 好吃之餘也有美感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秘技 我會示範如何製作昆布茶魚的高湯 這個高湯我也會用來製作我今天來的菜式 做法很簡單 首先我們會用一些昆布和柴魚碎 昆布其實它非常有益 你看到它上面有些白色好像發霉 但千萬不要把它洗掉 因為這些就是它的營養和味道的來源 我們要怎樣處理這個昆布呢 首先我們就要準備一些水 我們要把昆布浸下去 大概20至30分鐘之後 讓它的氣味和味道釋放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煮這個湯了 我們就開火了 我們煮的時候要留意水滾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昆布一滾起之後 我們就要拿出來 如果不然那個昆布會釋放一些黏性 這些黏性就會破壞了我們的湯底 所以一滾起的時候我們就要把它拿出來 我這個昆布的高湯除了用來做我的羊肚菌湯之外 平時也有很多用途 你可以用來做關東煮 或者是打火鍋的時候做湯底 或者煮茶碗蒸 煮麵食或者煮烏冬都很適合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先打開蓋子 現在已經煮好了 我們可以把昆布拿起它 それで可以 Julianes Cucing 先加1個拳頭 加一個拳頭就可以了 你放進去之後 就把茶碗蒸完全沉底 現在我們先關火 好了 我們看到茶碗蒸已經沉底 了 然後就能把茶碗蒸在底 我們可以將它過濾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篩 將茶魚碎隔起 我們這個清潔的茶魚坤泡湯就完成了 今次的參賽菜式就叫做魚羊增鮮 顧名思義 魚我用了深海的鮮魚 羊不是羊肉 而是羊肚菌 我會將魚用香煎的方法 將魚油煎香 亦保持裡面的肉汁和肉鮮嫩 羊肚菌我用來做銀湯汁 因為中國人其實秋冬天都喜歡進補 和我們多喝點湯水 這個是最適合的時間 我選了羊肚菌來做這個湯汁 它含有豐富的胺基酸 可以增強我們的抵抗力 亦非常補身 配合魚肉一起吃 可以增加它的鮮味之餘 亦可以沖洗一下魚油的油膩感 配菜方面 我利用了兩樣超級食物 第一樣是黑色上面的 好像沉魚魚子醬的食物 其實是我自創的奇亞魚子醬 為何叫奇亞魚子醬 因為我是用了很健康 而且價廉物味的奇亞魚子來做的 另外我還會用第二個超級食物 就是黃金菜頭 黃金菜頭也是非常有益的食物 我會放在湯裡一起熬 去提升鮮味 希望各位評判 喜歡這個食物 多謝 我剛才吃了Kalina的魚羊增鮮 我相信這道菜是由名字開始已經落心思 這道菜式是清晰的 其實它自己是分開很多步驟來做的 魚有一個步驟 處理菌有一個步驟 湯有一個步驟 連配菜是黃金菜頭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煮到黃金菜頭不夠時間 它會硬 它的味道會有很草泥的味道 但它在湯裡熬到 是整個甜了 而且它的魚 尤其是處理魚 它的魚 你覺得它的味道並不是很表層 它的魚先已經醃過了 它的味道由外面到外面 都一樣有味道 它本身處理的手法 是非常專業的 之所以 程鵝欣已經吃到便宜了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好做得